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方合作来做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性少数报告 然后当时的想法呢是希望说因为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的数据 就是说性少数人群在中国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大范围的调查 我们就是同志社群可能做过一些小范围的或者说单独领域的调查 但是没有就是把所有的各种可能性就是LGBT的这各种人群都包括进来 然后涉及包括就是从家庭到学校到职场到宗教生活方方面面的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调查 所以我们的调查本身从议题上是最宽泛的 就是说包括各个方面的议题 然后从人群来说是最多元的 就包括同性恋双性恋然后跨性别见性人等等之类的吧 就是各种的性少数身份的人群在我们的样本里头都有 我们最后的调查结果收到了就是我们是通过线上问卷的方式来做的调查 然后做了一些访谈就是在问卷结束之后从问卷的田达人当中抽取了大概那么40来个人吧 做了一些访谈那最后得到的问卷呢是有三万多份有效 三万多份回收的问卷 然后最后的报告呈现的是两万八千多份有效的样本 整个调查的发现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吧 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性少数人群的这个可见度是非常低的 因为总体来说可能只有5%左右的人在生活当中会公开他们自己的现少数的这个身份 其他的所有人都是处于就是不公开的状态的 那相对来说呢家庭是他们公开比较多的一个场合 就是可能会具体数字我现在记得不是特别准确了可以看报告 但是他可能就是30%多的人可能会在家庭里头像就是家人会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呢同时家庭内部他们遭受就他也遭受的来自家庭内部的很大的压力 就是包括说家人可能就是不能接受他们这种性少数身份 然后有的时候会就访谈力都揭示出来 有的时候会就是希望他们能改变 或者呢就是说即使知道说孩子可能是同性恋啊或者什么的 但他依然会催他去结婚这个生孩子等等之类的 就会用异性恋的那些规范来规划他的孩子的生活 或者希望孩子能规范就是把他的生活变成跟异性恋一样的那种 这种诉求还是在家庭内部还是挺强烈的 那在学校和职场方面呢基本上就是说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 就是不公平对待和歧视 主要的表现形式啊就是通常就是周围人 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同学或者说单位的同事上司 他基本上就是对性少数的这个状态是一个 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会用很就是就是等于是会去用那个 怎么说用脏话吧就是说是用一种骂的那种方式 就是会用一些就是比较恶劣的语言暴力吧 对语言暴力的这种方式就比如说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呀 或者对这种身份做出一些很很负面的这种评价呀 都是充满了那种就是刻板印象的那种的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比如说学校老师或者说同事什么的 可能会就是提醒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就是比如说你不要那么娘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就是更更像个女孩子一点 或者什么之类就类似这种吧 就是从外在的表现上面去纠正他们 就是希望他们变得更符合主流的这个性别规范的这些东西 这些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还有就是会有那个身体上的暴力 就特别情况下面就是比如说学校里头这个就是可能校园暴力的这种情形呢 然后也会出现但是因为他们通常来说在职场的这个就是所谓出柜率 或者公开身份的比例特别低 所以猛看起来的话好像在职场里头他们是就是报告说那个歧视的发生率 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但是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会觉得说 访谈里头他们会说我如果觉得环境不安全 就比如说我周围同事可能发表一些反反同的或者恐同的言论的话 那他根本就不会跟同事就是披露自己这个身份 所以他会过一种就是很掩饰的那种生活或者是很隐蔽的那种生活状态 而且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告诉我的同事 如果我告诉我的同事会导致我将来在就是那个职业生涯发展当中受到挫折的话 我选择不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循环吧 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是如果你出柜 因为我们的数据里头同事也看到说 如果你公开你的身份在家庭在学校或者在宗教场所 那你通常会有更高的风险是遭到人家对你的各种 就是这种负面的这种反应 负面的对待歧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所以就是对新少数人群来说 他们就必须掩饰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份 这个对他们个体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 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周围就是对就是非少数的人群来说 他就觉得说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看不到 但是其实我们的视剧里头也反映说 这些人其实是各行各业都有的 就是从那个国家机关啊到什么国企啊 到这个私营部门啊什么全都有 然后呢他们也是全国各地都有的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样本就是全国所有的省份都有人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不管是大城市 还是中小城市还是农村也都有的 然后有钱没钱的都会有 所以其实他是散布在各类人群里头 但是因为他们的可见度特别低 所以社会会认为说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呢反过来他们如果真的是把他的通过出柜的方式 把他可见度提高了的话呢 他又会有很多暴力的风险在里头 就被别人不一样的对待 然后遭遇到很多这种歧视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变成我不得不隐藏 那对社会来说就是那我看不见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符合你们说的那种 就是所谓边缘的那种 就是说他其实想把自己 就是一方面社会就是等于不太承认说 有这么一批人存在 因为他说我周围没有 很多人会说我不认识 我周围都没有看到过一个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周围真的有的话 可能他又会用语言啊 用什么什么这种方式去挑战 就是实际上就是环境不友善 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就是在社会当中公开自己的身份 就形成这样一个状态在里头 对 所以总的来说 性少数的议题在中国应该还是挺边缘的 但是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可能不好用边缘来表达 因为有一些人是在很主流的部门工作的 就比如说他是在政府部门做公园的 或者是什么什么样子 对 但是他这个这个议题本身在中国社会确实是挺边缘的一个话题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跟我不相干 我不认识这样 对 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嗯 好 那两个我就个答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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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